Hello 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大家 中秋节快到了 今天我收到了一个月饼 这个月饼来自爱奇艺 那么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 这爱奇艺的月饼是什么样的 首先它这个外包装就非常的 像一只手表 据水鬼的手表 那也就是算是挺有档次的 这里有个爱奇艺的标志 这边是有做这种 镀金啊 小的镀金 而且这个是凸起的 然后中间写着有爱梦至圆 那也就是映射的爱奇艺和 花好月圆的中秋啊 然后这边还有一点皮革 打开一个扣子 这是一个手提的 拿着背有面子的感觉 但是它收到手已经坏了 不重要我们来打开 里面是什么样子的 这有字啊 人会怕没有把握的事 但更怕这就到头了 你简单了世界就简单了 这里有中秋祝福 这也是一个有六个月饼 那这边其实呢 这六个月饼都是不同口味的 来自什么红豆的 蛋黄的 卡布奇诺的 还有茉莉紫薯的 牛肉的 还有酒的 还有酒的 OK我们往里拆吧 正所谓理清情义中啊 我们先看一下爱奇艺给我们的祝福 揭开 很精致啊 有一个餐包 这里还有一个小tube 应该是拿来架筷子用的 这个餐盒叉呢 感觉是一次性的 没有塑料味啊 有点像那种亚克力材质的 还是不错的感觉 OK现在拿来了砧板 然后我们把每个月饼都切开看一下 那么现在我要开动了啊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包 说实话它这个包装非常简单啊 这个是卡布奇诺味道 卡布奇诺 不是咖啡吗 来看一下到底是怎么样的啊 而且尺寸也非常小 wowwowwow 来看一下 卡布奇诺的我们来尝口味道啊 咖啡味比较浓 而且一点都不腻 这个还是挺好吃的我觉得 OK我们尝一下下一个味道 这个是红豆味 红豆味随属红色的 这是一个卡通人物的造型啊 那么红豆呢就不用尝了 因为红豆的月饼非常常见 给它放在这个盘子里 诶 这又是个红色 诶 这是个爱奇艺的标志哦 看这里 那这个呢是一个九字 桑胜 主要是桑胜的月饼啊 这个月饼还是最近一两年才出来的吧 我觉得 之前没有怎么听说过 我们来看一下 诶 是一个爱奇艺的标志哦 那么我们先全部拆开吧 但是这个应该是淡黄的 中间有点黄 墨里紫薯 这个紫薯的 画了一个包包 全都是黄的 诶 最后的造型就是这样子的 每个都有自己的logo 我尝一下这个 中的一个小蛋黄 我们来来咬一口 味道还可以吧 不是说特别特别好吃 那种麻饼的味道 加上这个蛋黄 那么开箱就到这里了 我觉得 首先我们要谢谢爱奇 爱奇艺呢 在第一时间给我们寄的月饼 是我们收到月饼最快的一个品牌 那么在这里呢 我预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OK 那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视频就到这里了 评论点赞 关注我 拜拜 拜拜